谢谢主席女士 尊敬的各位部长 赵宏林艺术长 各位代表 上午下午晚上好 首先请对本次论坛的 是赵臺表示祝贺 对艺术祝贺专家组 为此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各国加强新进技术 与政策交流 共同推奉信息互进的技术发展 对于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也想借此机会 向各位代表分享我们的观点 以实坚持共同发展 作响述数损勾 中国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 充分的问题 取得了经济成效 目前中国农村和城市 已经实现了同网同素 中小企业平坤人口 可享受更加优位的变性自肥 老年人 残疾人等群体 使用新技术 新应用的门槛 积极支持企业 产业组织 创新应用模式 丰富应用场景 完善应用身材 货能经济社会 转型升级 我们认为 各国研究机构 产业界 学术机构 应继续加强5G 等新兴技术领域的 标准研发与产业工作 共同利用 实现新兴技术的 变革性通过 使技术更好 服务与业务经济服装 服务与全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 暂时坚持互动力 合力利用全球数字质量 网络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 数据跨境有动的 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全球数字质量 仍存在巨大合作中间 中国始终挺持 开放合作的态度 愿与各国加强合作 我们支持国际电源 发布更大作用 也鼓励各方利用 国际电源平台 加强政策交流对话 进一步凝聚共识 推动全球新兴技术性 也健康协调 有序发展 中国将在2022年 全程在两大陆上 竞选2023至2026年 直播 我们也将推荐 陈权宗先生 竞选无限定规则 联会 希望我们得到 各陈权国支持 最后 预祝本司的台 能够形成建设性成果 取得原案成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